大陆的中国科学院最近研究发现 H7N9潜流感病毒已经出现突变 且具备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 大陆云南狄庆藏族自治州州府相隔里达县的独克宗古城 今天发生火灾 目前情况已经控制住 初步估计经济损失超过人民币1亿元 约新台币4.95亿 全球最大的藏传佛学院位于中国大陆四川省甘兹州 瑟达县的喇荣五名佛学院 久之晚间金船遭注荣 现场火势猛烈 造成至少150间森舍损毁 20多名救援人员受轻微波及 所幸无人死亡 过年脚步逼近 大陆春运进入购票高潮 1月份以来 单天购票数量突破800万张 交易量虽高 但对许多游子而言 春运火车票仍旧难买 于是有网友将香港歌手陈百强的《一声合球》 改编成《一票合球》 一土大陆游子 一票难求的新生 新唐利亚的电视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